2024年10月22日至24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 今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援 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次领导人会晤 在经贸领域就加强特殊经济区 农业贸易便利化 环境和气候相关贸易措施 价值链 电子商务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 务实合作达成了共识 被扩援后大金砖合作 丰富了经贸内涵 领导人会晤期间 中方宣布将建立金砖国家 特殊经济区 中国合作中心 特殊经济区包括 自由经济区 自由港 自由贸易区 工业园区 高新技术园区 等多种形式 在贸易投资合作中 发挥重要作用 下一步 中方愿与其他金砖成员 携手合作 推动金砖国家经贸合作 再上新台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an